再来看到美国修订出口管制让中国取得美国AI晶片更困难 不过半导体市场研究机构发布报告 直指中企华为的一款AI处理器被发现使用了管制晶片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台积电已经在几周前通知了美国此事 对此台积电透过邮件发表声明指出 对于这项报导我们已主动与美国商务部沟通 我们目前并未注意到台积电成为任何调查的对象 并强调台积电拥有一个强大而全面的出口系统来监控和确保合规